很多買了Squaline的朋友都一直打評論給我 怎麼塗的? 什麼時候塗的? 這樣這樣這樣 我一次過回答大家 Btw,Squaline買得很好 我介紹後差不多兩三個星期 已經買了一千多枝有特的 我代布丹尼的代理很感謝大家 他當然很開心 布丹尼澳洲那邊更加開心 其實我們也是受惠的 因為塗一種好的產品 很多反應都很正確 很多人塗了都覺得皮膚潤了 出油也少了 妝又可以維持久了 要說回塗的方法 先拿一瓶Squaline出來 平時我自己是早晚塗的 就是洗完臉 拍爽膚水 其實拍爽膚水 這個拍字是不對的 爽膚水是要落棉花 我平時用這個 Clelipal非常好用的爽膚水 因為平時的爽膚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用完後 是覺得很黏的 然後好像有些東西黏著 所以我不喜歡用爽膚水 直到用這個 我就覺得真的不錯 爽膚水怎麼用呢 就是一定要用化妝棉 一定要倒些 在化妝棉 然後抹 不要用手拍 也不要用棉來拍 抹完整塊面 眼位就不用抹了 好 這樣 爽膚水其實很快吸收 因為它很水 然後你等爽膚水 你覺得已經吸收了 之後就滴 記住一開始 最好不要 很貪心 哇!我要Squaline 然後拿一瓶在手上 這樣 我建議大家 如果臉不是很大 其實真的兩滴 你一開始先試兩滴 不夠就三滴 也少 試到多 不然 一晚你就放在臉上 很麻煩 今天我化了一點妝 我不不用了 記著 揑拼勻整隻手 抹 抹完之後 你手指頭 手指尖 就摸掌心 然後 塗用眼 大家都很害怕作用 塗用心 不錯 其實好的油是不會的 分子細和吸收的油是不會的 當然你當然不可以一坨油塗在眼上 一定會起的 因為眼道始終沒有什麼毛孔 所以你如果東西放在上面 它一直在 它就會出油脂粒 如果你用我剛才的方法 即是用手指壓掌心 然後再壓在眼上 就不會的 之後 其實Squalene也頗快吸收的 你感覺到它 可能過一分鐘不用 你感覺到它差不多吸收了 我就建議你們 塗一些Lotion狀的 day cream 或者night cream 或者其他需要塗的東西 儘量先讓Squalene吸收了 如果你在塗一些殺死暗瘡的東西 也可以洗完臉 塗完爽膚水 或者不塗爽膚水 就先塗了暗瘡的東西 先讓它Q了暗瘡 然後再 可能暗瘡好了 或者開始有巴 有印 那時候 就塗Squalen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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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是很應該用的 這些很容易潮皮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它不是很貴 所以不用怎麼省 我所謂notion狀的 day cream或者night cream 就是 譬如這款也是clady powder 要是白色乳液那一種 不要是 不要是B5 gel 不要是這樣的 這一支就是補collagen 這支完全是水 水一滴一滴滴出來 盡量不要用這些 因為 你覺得scrawling吸收了 其實它也是味道 也是慢慢吸收 scrawling是不能碰水的 所以它碰水就會氧化 所以它最好 當然是拒入你的皮膚 碰到你的皮膚裡面的水分 然後釋放氧氣 即是給你的細胞這樣就最好 所以不要用水性的東西 不要用gel狀的東西 不要塗B5 如果你說我真的 其實我皮膚缺水缺得很重要 我也很想塗B5 就可以這樣的 例如早上 用完爽膚水 就用 譬如 CGAE B5 這些很水狀的東西 晚上 就用乳液狀 用scrawling 用油狀 用乳液狀的東西 變成可以分開 我覺得 沒有所謂的 看你們自己皮膚的需要 因為我的皮膚 算是偏 眉乾的 變成我早上 晚上都會喜歡用 scrawling 多過喜歡用 gel狀的東西 但如果你們是 怕黏 或者怕出街 化妝 那你早上會用水性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 自己的皮膚 我覺得永遠都是自己最清楚的 所以自己也可以調校 先後次序 就是這樣